台湾的民主加油 马英九盛选演出的主题是从感恩开始 从谦卑做起 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骑海飘扬 维安也升级了 出动了防弹讲台 而马英九演出的内容除了宣示未来的政策 也特别向他的对手 谢长廷跟民进党致敬 马英九说 我要在这里 向我们的竞争对手 说几句话 谢长廷先生 苏贞昌先生 他们的竞选团队 还有支持者 我也要向他们致意 这次的选举 大家当然有许多的批评 甚至有许多的火花 但是我们从来不敢 忽视民进党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对于台湾民主 台湾进步的贡献 而谢长廷也在败选言说中表示 台湾人民已经用选票做出决定 他接受败选的事实 除了祝贺马英九当选之外 他也充满感情的 请支持者不要为他哭泣 谢长廷说 选举是我个人的失败 不是台湾的失败 今天 不要为我哭泣 聚集我们的力量 继续热爱台湾 选举结果出炉之后 隔了一夜 台湾恢复了平静 在这条台湾总统府前的 凯达格兰大道上面 看不见四年前 大批民众 静坐抗议选举不公的情况 所有选前的激情 一扫而空 选举平和落幕 为台湾的民主开启了新的业 台湾智库星期天举行研讨会 分析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 并展望台湾未来的前途 东吴大学政治系系主任 罗志正表示 台湾的民主成熟度 又往前迈进一步 罗志正告诉美国之音 我想对台湾来讲 这是个民主越来越成熟的 一个表现 很清楚 尤其绿的选民 这次表现非常的有风度 泰然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 那当然另一方面 差距大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即便如此 我想今天选完选举过后看到了 整个台湾的政治 就恢复一个正常的运作跟发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想台湾的民主成熟度 应该受到全世界的肯定 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 副研究员蔡嘉宏表示 这次大选 台湾年轻选民的意向 非常值得注意 因为第一次获得投票权 去投票的年轻人当中 有很高的比例支持国民党 这跟四年前是很不相同的 台湾宏高兴的国之音 就是上一次 四年前没有投票权的人 的确在 这一次在投票意向上 是比较偏向国民党 那我印象中 大概就是六四比 或甚至七三比 这样一种比例 因为他刚开始有投票权嘛 那他们看到 民进党政府在这八年来 就是 就是这个运作的不是非常好啦 学者分析尽管选战期间 有很多的议题与族群的认同有关 不过选举的结果显示 大选的主轴还是回归到了经济议题 尤其是台湾年轻的选民 对马英九未来改善台湾的经济 有很高的期许 年轻人需要开始取代 就是以前的那个时代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出来 参与这样子的选举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能够解决年轻人失业的问题 因为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而谢长廷的支持者虽然伤心 也希望民进党败选之后 能够有机会检讨反省 我觉得他们要针对八年当中 没有做好的事情 去改变一下他们 所要有的态度 对啊那当然也是希望说 接下来执政党 能够把我们台湾 带向更好的未来 对啊 再过不到60天 马英九就将走进这座总统府 成为台湾的新领导人 虽然马英九在竞选时 喊出的口号是 马上就会好 不过还有一严创的挑战 在等着马英九 包括了政权的和平转移 两党的和解与合作 如何改善两岸关系 以及修复台美互信 这一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而如何将竞选时的政见 落实成政策 造福台湾人民 不只是台湾人民的期待 也是全世界都在等着看 以上是美国之音 中文部记者樊东宁 刘文明在台北的采访报道